尽管女孩只剩下半截身子 但她仅凭一条手臂 却依旧稳稳地撑住了身体的重量 接着女孩把身体紧贴地面 做出一副体力不支的假象 等到大块头凑过来查看时 蓄力许久的女孩突然翻滚上半空 一拳砸到了大块头的眼眶上 接着女孩一个用力 掰断了自己的胳膊 大块头的眼睛也因此废掉 而经过这份力一击后 女孩也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眼看愤怒的大块头就要一脚踩死她 却被及时赶来的铁锤男挡住 接着一群机器狗加入了战场 大块头深知寡不敌众的道理 所以立马实相地跑路了 专家看着只剩半截的女孩 赶紧把她带到了实验室里 还换上了最新研制出来的机甲 升级改造后女孩简直是无敌的存在 不仅新增了一项元素攻击 就连手指甲盖都强悍的可怕 等适应了新的身躯后 她立马去找大块头爆竹